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瘦的阶段陷入了困境 乡涂专家马湛南带着张向松销售黄酒 为何却遭受到接二连三的拒绝 张向松能否突破自己完成本次的帮扶任务 敬请收看本期田间示范秀 好酒也胖 巷子生 帮扶规则介绍 在每期节目中 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近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 12月 全国各地进入冬季 北方地区草木凋零 万物开始养精蓄锐 为春天的薄发做准备 而在河北省深州市占地一千多亩的土地上 孕育着一种六百多年种植历史的植物 它正通过独特的生长方式迎接冬天的到来 这就是被誉为菜中珍品的黄酒 它的叶长翘短 叶片扁而薄 呈嫩黄色 粗鲜为少 气味新香 吃起来细腻微甜 深州市独特的沙白土壤和苦制水 给黄酒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 它也因此获得了深州市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认证 黄酒成熟后不易储存 不易运输 因此它的市场主要面向 以深州为核心的经经济地区 近些年随着物流行业的日渐发展 人们对特色蔬菜的追求 黄酒的消费群体在全国范围内慢慢扩大 深州市西卫村的张向松 终于迎来了黄酒收获的季节 冬季三个月的时间将决定它一年的收入 但是因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黄酒的销售遇到了困难 家里已经烂掉了一千多斤的黄酒 损失了近一万元 接下来它还有近两万斤的黄酒 陆续成熟 如何销售 销往哪里 还能不能销出去 一系列的难题让它陷入了困境 求助农户 张向松 种植时间十年 种植面积二十亩 求助问题 黄酒销售难 销售渠道单一 栏目组接到求助电话 帮小妹来到河北省深州市走访调查 张大哥 您在这里了 张大哥您好 小妹您好 田田市海秀房小妹 可村把这盼来了 这个就是黄酒吧 对 这是黄酒 这是我种的黄酒 黄酒种植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大田养根 春季先将青酒籽 或根须状的老酒根种到地里 经春 夏 秋 三季 生长途中不进行收割 让它们充分吸收阳光和大地的营养 到了双降 青酒业尾根状 及全年之精华于根内 就要进入第二阶段 移根栽培 大地出动的时候 将种植一年的酒根刨出 经过手工捆扎后 至于半露天的蚝子内 蚝子底部用土压实 十九根可以直接放置在土上 而不埋入土中 装满后 盖上保温的帘子 进行加温加湿 二十天之后便可收获 这个怎么种在这个地方啊 我刚才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种在这边大棚里呢 没有 没有 这大棚里面是我的邻居 它养的大鹅 这个黄酒都是在这个 蚝子里面长的 蚝子 对 蚝子 你看我们这边 全部都是蚝子 这样看过去 特别像以前那种战蚝 对 如果没有这个顶的话 它就是和战蚝差不多了 张相松家的蚝子沿用的是老一辈人传承下来的方法 搭建成半露天的地窖 蚝子高一米 面积多在二十平方米左右 底部用土压实 立于放置九根 顶部用玉米接杆 泥土覆盖 向阳处流口 用草帘子覆盖 方便黄酒的日常管理工作 如果在倒棚 我问一下我没有那么好 温度太低的话 你看我们安着这个电炉子 太冷的话 我们就有这个电推上闸 让这个电炉子给它加温 所以这个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这个是坚持这个一中间 每年都是自己的 我让你看一下 好 这根这么深啊 对 这是九菜根 你看这个 这个根须是挺茂盛的 对 这是养了一年的九菜根 黄酒的根须看起来非常茂盛 这是因为九根在大田里 养了九个月的时间 并且一次都没有收割的原因 九个月的养根期 三个月的上市期 只有在每年的十一月底 至次年二月初 才能吃到新鲜的黄酒 而且大多数的黄酒菜农 每年只种植两批 每批只割一茶 这些特殊的生产工艺 使黄酒的价格相对较高 这个黄酒正常就是市场价是多少 正常市场价应该是在15块左右 15块钱 对 这么高啊 这是个好东西 这个东西成本在卖到八块一元 应该是我们就是宝本 我父母我老婆 差不多得干了一个工作 我们也交了收入 我差不多支付他了 黄酒的成本价在八元左右 市场均价是15元 张向松以及周边村民 近两年的销售均价 在成本价之内 为什么会买这么低的价格 他们是怎么销售的呢 平时卖的就是由这个菜饭 过来收购来 为什么我们求助你们找你们 该销售多了以后 他就我们都买不掉了 买个三天两天 这种时候就辣掉了 那现在就是只有这一种方式 往外卖 就是菜饭来收 对 这个菜饭过来收一部分 卖不掉 我们就自己出去买一部分 也买不了多少 张向松以及周边村民的黄酒销路 主要是靠收购商来耗子收购 没人收购的时候 就自己拉出去卖 有时候只能卖到两三元 那您这边大概有几个耗子 我这边是薄个耗子 您上来给我指指哪八个呀 以前我这个薄个耗子 我这边四个耗子 那边四个就是薄个耗子 那像这一个耗子的话 大概能产多少斤旧菜 这一个耗子就是 就是您那一价钱算吧 一价钱 我这薄个耗子 这一次就是 这一部分都是薄价钱 都能卖出去吗 也不是太理想 有的一部分要赔钱出去 黄酒是张向松一家的 主要收入来源 为了避开黄酒冬季的 集中上市期 张向松今年提前上市了 两个耗子的2000斤黄酒 本以为能卖个好价钱 没想到近一半的黄酒 由于无人收购 烂在家里 这让它损失了近一万元 如今张向松已经在八个耗子里 全部种上黄酒 每批的产量在8000斤左右 收完这茶 他今年还能再种一批 这样一来 到春节前 他还有接近两万斤的黄酒 陆续上市 如果再次出现迈不出去 烂在地里的现象 一家人的生活将陷入困境 但是尽管如此 他们也不得不开始 新一轮的黄酒种植 这码的真够整齐了 全收给你 叔叔累不累啊 累啊 你这是忙了一天了吧 再教了一下 再弄一根一根 在这车上都不是老了这个 老了这个 都是用人工 一根一根的把它拿好 我们再把它捆成这一根一根的 一批酒根 一年只能收割一茶黄酒 因此酒农们需要把酒根 全部捋好 扎捆 提前做好准备 一茶的黄酒收割完 需要立刻把这茶的酒根 从耗子里面清理出来 一方面可以为下一茶黄酒的 一根栽培留出位置 另一方面 可以选出根须粗壮的酒根 为明年春天在大田养根的工作 做好准备 张向松家里 现在就在为黄酒的一根栽培做准备 邦小妹决定 跟她一起回家看看 干一天累不累 我看你们一直低着头 光低着头不要 对啊 就蹭一蹭是吧 一进到那个屋子里 我就发现地上堆的都是韭菜根 而且工作的都是老人 而且我看到他们把缠绕在一起的 一根一根地去履职 所以那一刻我发现 这个工作要比我想象的辛苦得多 由于村里的年轻人 大多数在外打工 村里只剩下年迈的老人 和年幼的孩子 留守老人 成为了冬季履久根的主要劳动力 而这项工作 他们已经进行了近一个月 这是挺不容易的 大哥 戴着手套 这个东西都通脱 越通了就脱 这手耐力 特别的疼 所以都戴手套 我看你刚才说 大家都戴手套 说不戴手套会伤手 但我看阿姨好像没戴手套 她没戴手套 她是 你戴着她 行 我过去看看 行吗 你看她的手 你看她的手都变了 行吗 我这对啊 这才起了这个刀子 还是玩会儿的 就是因为 对对对对 好年轻的时候都懂这个东西 我现在五六天都去 我去旅到一两天才睡觉 她的车子自行驶拖着 上天就进下车子去买家 那她才一生而短 种个四季木子 人家那她种啥 种啥 你饶啥味 就我回她爸爸拿了 还得俩旅 带着 再挂猴子 那会挂猴子 被人挂猴子 你得打出来 年复一年在地里忙碌 压办了父母的几倍 尽管黄九的种植异常辛苦 但是张向松夫妻俩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种植黄九 他们坚持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我出不去 刀工 出不去 有孩子 有老人 以前我一个妹妹交出去了 一个弟弟在外面刀工 现在交的最重要 我们两个种这个黄九 黄九站好了 脚跟好的时候 比别的东西 比这个玉米啊 祸生量 能差多 要是再给你选择一次的机会 你还会种黄九吗 时间能可以倒退的话 我绝对不会种黄九 我会选择上学 因为我没文化 我说不出来 如果有文化 就是我老婆我们整个村种黄九的 没有一个高中生 没有一个大学生 如果是大学生来种黄九的话 我相信绝对不会是 今天这个局面 我们农民 就是 这个 你看说着说着 我都不会说 在这个庄税地里刨事 真是太辛苦了 朋友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家黄九 这种黄九呢 你在家自己也可以种出来 有网友问 可以生吃吗 可以的 这个我给你示范一下 这是我们自己种植的 这是放心的韭菜 乡涂专家马湛南 河北省深州市西安庄村人 黄九种植面积230亩 2019年销售20万斤黄九 帮小妹带着乡涂专家马湛南 来到张向松的豪子区调查问题 在等候张向松的这段时间 马湛南决定 先到周围的村民那里了解情况 我想多看看 多看看他周围的情况 他周围的乡亲们 是不是都存在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卖的好的 当我转了一圈 我发现 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大哥回来了 老师这个就是 我跟您说的张大哥 大哥我过来了 哎呦 风风火火的这样 我介绍一下 这个呢就是马湛南马老师 马老师 我这豪子弄得怎么样啊 咱们继续转转 你给我介绍介绍 行行行 这个还不到人十天的 十七八天 对 这个浇水情况呢 超时间到了 咱就什么 隔一日 如果没那个 湿度不到不到 就一天一测 这个温度呢 温度 温度 瓦上在湿度左右 这个八天是在 十二到十四度之间 差不多都在那个生长范围 请盖上吧 天天凉了 行 盖上 马湛南 马湛南 询问完张向松 如何管理黄酒之后 三个人又去成熟的豪子里 查看情况 这有多少天了 这个 这个二十天了 这个化学农药用了吗 没有 没有 没有用 没有 你也可以尝尝 直接能吃是吧 对 你可以尝一尝 这个韭菜好像有一点辣 行 咱们上去吧 行 黄酒的品质很好 那么造成张向松 黄酒销售困难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这到了成熟区了 正好今天上范过来了 要了两个区 要了两个区 剩下这个了 这个这不是啊 我都不知道卖个谁了 你说这个 咱剩下了 咱都是中黄酒的 都知道这个事 这个东西剩下了 不能放这 你明天再搁 它都行坏了 是吧 你没法卖了 大掉了 配死了那个 一分钱不卖 黄酒成熟后 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 菜商会到 豪子区进行挑选 谈好价格后 收购整个豪子的黄酒 今天一早 菜商就来到 豪子区挑选黄酒 但是由于 今年市场的需求量少 他们这一次 只要了其中两个旗 而剩下的一个旗 尽管没有人收 也必须全部割掉 因为抗导服网和帘子 都已经掀开了 如果没有抗导服网的支撑 和帘子的保温 黄酒在第二天 就会烂在地里 今天的遭遇 给本来就遭受过打击的 张向松 雪上加霜 我们这边都是 等着这个商品来收 菜饭来了 看上来都老 看不上都不老 你是被动地等着销售 你是座商 是 相当于在家里等着 等着人来找你 我们应该主动出去 去找市场 找市场 找市场捞着出去卖 也不是容易的事 你今天捞出去 就是捞出去了200斤 卖了30斤50斤 剩下的怎么办 剩下的没办法 有送送亲戚朋友 再卖不了 又没地址送 就拉掉了 张向松曾经尝试过 到县城的市场卖黄酒 但是销售并不理想 最后只能低价处理 或慢慢烂掉 近处的卖不掉 有的村民还曾拉着黄酒 去远处卖过 最后却还是一样的结果 这些遭遇 让张向松和村民 对外面的市场 失去信心 他们一致认为 拉着出去卖 还不如在家里等着 拉着出去卖 有很多办法 我们从卖的方面 去找一个突破口 去改变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第一把它种好 第二怎么把它卖出去 这是两个事 种和卖是两个事 是吧 我们既要种好 还要卖好 对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黄酒种植户 每年都会在地里工作 三百多天 春夏秋三个季节 在大田养九根 冬季挖猴子 铝九根 宜根栽培 他们付出了太多的辛苦 但是对外面的市场 了解不够 造成了他们 被动等待收购的局面 也成为张向松 销售困难的原因之一 他为什么不尝试 其他途径销售呢 他的心里又在顾虑着什么 销售这块卖出去 我没有太多的想法 这个东西它不好运输 冬天这个黄酒太冷了 这个天现在这个温度 已经很冷了 这熟 所以你不要着急 我回去我想办 麻烦你毛老师 你给我想想办法 没事 老百姓的东西 买过住机 没问题 找机 我知道我理解 你这样你该忙你还忙 行行 通过一天的调查 马战男发现 张向松出现销售难的问题 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主要表现在 对外面的市场不了解 没有充分考虑到 黄酒受时间和长途运输限制的问题 销售渠道不通常 缺乏销售的主动性和自信 面对张向松销售难的实际问题 马战男能制定出什么样的帮扶计划呢 他能完成本次的帮扶任务吗 他现在主要面临的就是一个销售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 我可以帮他卖出去 这个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办 我们今天帮他卖出去了 明天的 后天的 明年的 所以说我一直在思考怎样让他去转变一种观念 把这个销售的通道自己去建立起来 我们要告诉他 真正的能够帮到他的是他自己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就是受人以余嘛 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帮助 向松就是他拓展渠道 可能他能带领乡亲们也一块去做 真正的黄酒的市场 一定是在外面 而不是我们守在家里 张向松再次来到菜市场 摆摊卖黄酒 他能突破自己顺利完成销售吗 你抽抽这黄酒怎么样的 马战男为什么要带张向松去饺子馆 前面有个饺子馆 你这这七个蛋又哄出来了 张向松能否说服饭店老板 完成第一次上门推销 请您继续收看 好酒也怕巷子伸 线下近距离销售的第一步 马战男给张向松选择了 申州市人流量最多的自由市场门口 主要是通过零售的方式锻炼张向松的主动性 那么他带来的300斤黄酒最终能全卖出去吗 老师这个箱子要打开吗 对 够了吧老师 不够不够还要粘了 要粘了一片 就是跟一刹枪啊 这就是广告 黑了 对 到市场以后 毛老师给我选择了一个位置 是在咱们那个市场西门口 特别的虾压了一个位置 而且帮我摆开摊位 戳上箱子 让人知道 我就是卖黄酒了 摆好摊以后吧 这个上 或这个撒冷车 来回来走 没有一个人问我 冬季的凌晨温度很低 张向松的摊位也是冷冷清清 这让在一旁观察的马战男很着急 需要聚人气 就说谁过这儿了 来聊会儿 然后慢慢聚人气 会有很多人过来 可能好多没有购买欲的人 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购买欲了 行吧 行 得到马战男指点的张向松 能突破自己完成第一笔交易吗 黄酒啊 西门村黄酒 不是 看着黄酒 怎么样 这的黄酒多少钱 这的黄酒啊 下最后的这个交易都是15块钱 这还购买的 这15 615 哦 这个15 你不要适合的 10块钱一斤 这还贵 菜市场的人络络 来张向松黄酒摊位问价的人也不少 但他却一直都没有卖出去 天慢慢亮起来了 他也终于迎来了第一笔交易 看到张向松黄酒摊位的人越来越多 马战男和帮小妹上前一起帮忙 这都自己种的 这种东西 再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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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没有 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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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吧 120 这种东西 来给你 来 夏天来冰锅来 常来啊 你卖多少钱一斤 我这个卖的九块 九块啊 九块 一开始咱在这儿也是要收 收了以后就够了 你自立的公司卖不掉 睡不着觉 就来而已 像这个地方的家人名 还有这么多 咱卖不掉 就得落回去了 由于张向松来市场摆摊 而卖黄九的次数上 没有固定客源 再加上它不够主动 不会聚拢人气 一上午的时间 黄九的市场需求 也已经饱和 这些因素 导致张向松 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 并不理想 带来的300斤黄九 只卖出去20斤 面对不自信 不主动的张向松 马湛南的下一步帮扶方案 能让他有所改变吗 那前面有个角度管 他们用量也不少 你去尝试尝试 是你跟我去问问 你自己去 你先试试 上车吧 没问题 还要心得不害怕 没问题 相信你 相信你 没问题 好吧 当时我没想到 带我去的是角度管 我说有可能 到一个认多量 也就是零收那个意思 线下近距离销售的第二步 马湛南带张向松 来到当地黄九需求量比较大的饺子馆 决定让他尝试新的销售渠道 进行一对一的推销方式 不给他退缩的机会 并且提前跟饺子馆老板打好招呼 达成按照市场规则 公平交易的共识 让节目组提前进入饺子馆 设好机位 进行隐藏拍摄 马湛南和邦小妹 则在车上通过视频画面 观察张向松在里面的表现 这会儿没说人的这会儿了 没了 什么馅儿的 黄酒馅儿的 羊肉馅儿的 我看他紧张的手一直这样放着 我这个耍子食材方便 就是特别认真 特别仔细的 什么 咱们说我再请找两包黄酒 你再看看 其实向松已经不错了 对 他现在还在坚持在说 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干这个 可能两句话就出来了 来老板你再看看 这是我中菜的黄酒 你这个韭菜一看就不行啊 这个质量炒 真是不是炒一点八点 觉得这个太刺了 这个黄酒 他在跟他砍价 通过说他的韭菜的品质不好 来跟他压低价格 你这个给我感觉 我就一砍我就不想要 你说的你太好 我都不想要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哥还是有点 怎么说拘束吧 他紧张 他没看过这个 没有进入到店里去 其实他的状态已经不自然了 不自然了 不是刚进屋的那种状态了 对 信心在下降 对 是吧 信心在下降 这个老板也 脸色也就变了 进屋做菜是一样 色香味 你这个得保住色香味 什么要色 我偷一下 我看了个东西 一看不是漂亮 一看一看 要也不用摘 要好 一看水灵 你蛮人事 没人不想 但是你没做到 你一看 净土 人家有黄金 你这走不给一行一转了 他一直在否定我 一直在否定我 我想过方式 甚至想掉头就走 但是我在讲实 还在坚持 是吧 还在坚持 是吧 他来的 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好 他一直在否定我 我想过方式 又想到我 那钱了 他现在还好 我是给我轰出来的 太不容易了 就这种您都经历过是吗 对 很正常 我们也走过这个路 在我们恒水 一个非常大的 那个饺子馆 我比他还要惨 这个你看还有笑脸 我们那个就是 就是被轰出来的 直接说走啊 你走 就这样 就不需要 对 现在我一提这个事 都心里非常难受的 一想着脚子玩 就想着我了 我也真感动 你只有真尴尬 你就知道那个难了 味道到了这么八天了 你这一会儿也确实是不行 那也不要 那还有别的事儿 该忙什么忙什么 那也不能把我了 这模仿有种不上人了 行行行 不耐不耐不耐 好 你弄了保险 你要弄不我都弄了 行 我再给你弄 咋个朋友 咋个哥哥 没事都差 咋个 没有别的 行了行了行了 咋个 咋个 行行 好嘞 出来了 走吧 我们过去 走 逆转了这是 但是要的也不多 已经不错了 能认可你 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万事开头难 只要走出这一步 就好说了 这不就是第一步 走出来了吗 非常好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坚持 张享松终于成功 卖出30斤黄酒 这让马湛南和邦小妹 都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 让他们意外的事情 还在后面 他在帮他 他在帮他问别人 是吧 对 你样我送我一事 独人好买 乖死了 相松这个状态也转变了 这么快成交了两单 对 通过半小时的沟通 他心里的变化 我感觉也挺奇妙的 当他们达成交易的时候 我发现 相松的这种自信心 起来了 相松开始转变了 我心里也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谢这个南老板 这个时候给张享松 增加了很多的信心 如果没有小妹和毛老师 在后面看着我 只会与听证在脑管 想这个问题 没用心 去服务于行动 在饺子馆完成销售 这让张享松信心倍增 此时天色较晚 马站南考虑到张享松 还剩下200多斤黄酒 没有卖出去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马站南带着张享松 来到一家社区超市 实施线下近距离销售的第三步 一方面帮助他卖掉剩下的黄酒 另一方面帮助他拓展新的销售渠道 他叫相松 我叫张相松 他种的那韭菜相当不错 这两天我一直在那边看 您也知道 我也做韭菜 他做这个相对来讲 他的品质是相当不错的 能够保证了 我们给您 把这个东西推往出现 给您多卖 通过马站南的推荐 商家以8元的价钱 把张享松剩下的黄酒 全部收购 并与他建立长期的供货关系 马站南通过三种 不同的线下销售途径 不仅帮助张享松 卖完了300斤黄酒 更重要的是 帮助他拓展了 线下的销售渠道 让他意识到 外面市场的广阔性 和销售渠道的多样性 来 毛老师 猪筷子 尝尝咱们的饺子 黄酒馅 这是嫂子做的 是吧 对 你看你们都在说 这个销售难 对吧 对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难 难在哪 今天带你走出去 就是想让你明白 我们做销售 第一是要主动 第二需要多渠道地去尝试 对 让这个客户对你这个东西 一看就有购买欲 可以到达什么了 这个是个比较新的一个词 购买欲 对 通过今天他这么出去卖 你出去找市场 你就要有信心 做的价值 买给他 钱就这么说了 是啊 是 今天咱们走过的这几个地儿 这三个地方是三个不同的地儿 你发现了吗 嗯 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市场的通道 一开始吧 信心不足 人家西里的光潮小谷 上这个饺子罐 那去退销 他不是太难了这个 这个怎么这么难了都 我们要理解对方 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客户 是 是 我们理解了客户 客户就才能接受我们 嗯 但是前提是需要我们有自信 对 我们黄九文化的自信 我们六百年的历史 怎么样让他们了解这个东西 这个很关键 需要有耐心 啊 信心的去沟通 三爷出去卖黄酒 就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 打枪 没这种想法 通过这个事啊 其实你 你可能也感觉出来了 你自己也有信心了 你也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两天啊 通过和这个 毛老师的相处吧 我觉得 毛老师这个人 特别是真诚 他是出于真心的来帮助我 没有一点血 现在我正式邀请你 和弟妹 是吧 你们两口子 明天到我们基地 去看看 看看我们怎么做 行不行啊 弟妹 行行 明天一定到你那 基地看一看 线下销售渠道的拓展 让张向松 明白了销售方式的多样性 走了这一早 收获特别多 比他要了 买的菜好多了 太好了 来到马湛南的 黄九基地参观 线上的销售模式 又会带给张向松 什么新启发 请您继续收看 好久也怕 巷子深 我们过来了 马老师 你好小妹 你好小松 欢迎 欢迎 这是干嘛呢 自己动手 捋根呢 对 整根呢 装盆 现在咱们这盆 卖得特别好 听说过 不过从来没有加过 黄九盆井 是将生长了一年的 韭菜根 装进盆里 通过快递 发往全国各地 收到后 只需要加水 让酒根保持湿润 放在室内闭光处 生长二十天左右 就可以自己动手收割 近几年 在家就可以吃到 新鲜蔬菜的概念 越来越受到 消费者的追捧 既好看又好吃的 黄九盆井 正是市场需求下的产物 那么黄九盆井的 第一步 装酒根 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孙孙 兄弟 来 过来试试 就 好吧 我试试 对 对拿剪刀 剪平 剪平这边压剪 这些都装在这里边 对 就这样 剪齐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可以放两个月 而且全国的市场 从卖黄九到卖酒根 马战男想到了 黄九销售的新模式 在他刚种黄九的时候 就考虑到了黄九 不易储存 不易运输的特点 又受到城市阳台农场概念的启发 他开始做黄九盆井 这样避开了黄九销售的弊端 延长了黄九的销售期 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 如今除了西藏之外 全国各地都有黄九盆井的购买者 这个盆井呢 我们现在是98块钱 你那一把呀 大概做这么三到四个 那一盆 对 你想过没有 你的那一把能卖多少钱 一把的都是十来斤 十来斤 卖多少钱 十来斤 你十块钱一斤才卖多少钱呢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对 你想这个三到四盆 我们卖98 是多少钱你算算 三九二百七 三八二百四 二百九十四 三百块钱 三百块钱 对 也就是说市计的三倍 对 我们转变了一种方式 我们把根整理好以后 让咱们的客户自己去种 然后还有种植的乐趣 是 我们的客户还有种植的乐趣 对 是吧 种上十五天到二十天 自己就收割了 还有收获的乐趣 是 收获以后 咱们可以包饺子呀 炒菜呀 是吧 还有美食的乐趣 明年他还会要咱们的 我们的客户都是 很多都是老客户 对 这个方向还挺好 黄九盆景不但解决了 黄九不易储存和运输难的问题 也满足了消费者 自己动手种植 收获的消费心理 提升了黄九的附加值 这让张向松眼前一亮 同时也学习到了 黄九销售的新模式 为了让张向松 拓展线上的销售渠道 马战男带着张向松 来到他最好奇的直播间 在这里他会有什么新收获呢 各位直播间的伙伴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来关注我们的家乡的特产 咱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但其实一方水土 也养一方韭菜 那咱们的韭菜 跟其他的地方韭菜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大家把这个取到家以后 可以先用清水 把表面多冲一下 然后大概是15天到20天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长成那个样子 冲熟了 冲熟一下 别着急 你仔细闻一下 还有一种特殊的一种酒香 它是特有的一种香味 确实是 第一次亲眼看到直播间互动 让一旁观看的张向松 大开演技 轮到他上场了 他的表现会如何呢 向松 你这样你把咱们韭菜拿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的黄酒是怎么种的 都会说 没关系 就跟咱们上市场卖菜一样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慢慢慢慢你就熟了 就是对着这个镜头 他不知道怎么能熟 没关系 你看还有人给你点赞 是吧 这个我点赞的 他们也喜欢听你讲 因为你一看 就是我们种黄酒的 就是特别朴实的这种状态 就是小妹 我为咱们朋友们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黄酒的种植 就是从这个一开始春天 把这个韭菜根种到地里 通过这一粘 那个盐根 通过焦热 把它焦醒 它就开始发热了 焦醒以后它就发热 发热的开始生长 带向松进入直播间 并没有帮助他卖黄酒 而是让他去体验 去实践 去接触这种直播 我只是想告诉他 还有这么一种销售的方式 直播不是万能的 不是说通过某一次的直播 就能帮助你带很多货 这个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从不敢面对直播镜头 倒可以完整地介绍黄酒的种植 张向松在线上直播平台 又迈出了一大步 马战南线上线下的双渠道的销售模式 让张向松感慨万千 马战南是如何探索销售新模式的 他经历过什么呢 其实你看到的 现在只是一个结果 我们前几年也是很辛苦的 当时的情况就是 我在这里住 在基地一直住着 就是彻夜不眠 睡不着觉 然后晚上不睡觉 白天还要出去跑市场 特别的辛苦 没有倾诉对象 没法跟人们说 只能慢慢看着 我们的韭菜 慢慢的烂掉 然后还得偷偷地 在没有人的时候去扔掉 没办法 我把房子都卖掉了 那个时候 你嫂子特别有感触 当时就是也可能 直接不太够吧 反正也有很多心酸吧 反正 这个所以说呀 就是我们经历的那些呀 也是有点坎坷的 你这个刚刚 才是走出来 你的悟性很高 就是毛老师 你这个意思我明白 你经历的那些卡卡 你不想让我再去重新经历 其实销售的方式有很多种 自己去寻找 适合自己的 医药专业毕业的马战南 干过医药 也干过工程 生活富足的他 心里一直惦记着家乡的黄酒 为了还原小时候黄酒的味道 让更多的人 吃到自己家乡的特色蔬菜 五年前 他拉着妻子 一头扎进耗子里 为了宣传黄酒 他自己拍视频 开直播 做活动 虽然每天忙忙碌碌 心里却格外踏实 我们黄酒有文化 几百年的历史了 我们有特殊的生产工艺 对不对 而且它的口感 它的营养都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 我们再提升一点 像你那种情况 再提升一下品质 咱们成立了黄酒协会了 咱们也有合作社 我们有一套的 种植的一种技术规范 你可以加入我们合作社 加入我们协会 然后咱们一块去做这个事 我们把它推广出去 让很多年轻人 加入我们这个队伍 我们就是在建设西农村的 是 这是他的梦想 一直就跟我说 等我老了 走在村里大街上 人们会指着 这老头就说 这就是当初 把黄酒走出去的人 张向松之前 不敢主动对接市场 找不到其他销售渠道 面临销售困难的窘境 经过这几天的帮扶 乡图专家马湛南 带着他去拓展销售渠道 鼓励他勇敢迈出第一步 张向松的思想转变了 接下来 马湛南会通过 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 帮助他销售完 今年近两万斤的黄酒 我们相信 在马湛南的帮助下 只要张向松 能够主动去认识市场 了解市场 一定能够打开市场 找到属于自己的销售模式 希望乡亲们能和他一样 拓展多种销售渠道 把家乡的黄酒 销往更远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张向松 现在我们的黄酒 已经差不多销售完了 上次通过猫老师和榜小妹 带我去销售黄酒的过程当中 我的官家爪夹了 我除了自己去外面跑市场 也在拍短视频 还在做这个黄酒铺经了 线上的销售渠道 慢慢的倒开了 在新的一家里 我会继续拓展销售渠道 也会种出高品质量 黄酒 让更多的人吃到 咱们深州的黄酒 黄酒肉丁饺子 黄酒肉丁饺子是深州市的特色美食 在当地有着没有黄酒饺子 不过年的俗语 肉馅的选择格外重要 煮熟的猪肉是黄酒肉丁饺子的灵魂 水开后下饺子 等到再次开锅 就可以捞出装盘 一道热气腾腾 色鲜味美的黄酒肉丁饺子 就完成了 黄酒蛋卷 首先将鸡蛋摊成片 放一旁备用 然后将胡萝卜切丝焯水 黄酒切长段 紫菜用温水泡开 再将胡萝卜丝 黄酒加入盐 鸡精 香油腌制 十分钟后 将腌好的食材放入鸡蛋皮中 并从一边开始卷起 依次蘸面粉 蛋液 面包糠 油温五成热入锅炸 使外层更加酥脆 最后切大块摆入盘中 黄酒炒鸡蛋 鸡蛋打入碗中 加适量盐搅散 黄酒洗净切段备用 锅中放油滑锅 然后倒入鸡蛋液炒熟 再把葱和黄酒 加入锅中爆炒 放适量盐 鸡精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爆汁黄酒豆腐盒 准备一块老豆腐 切均匀厚块后 放入油锅中 炸至金黄色捞出 然后将其切开 挖空备用 黄酒和虾仁切小段 锅中放底油 把葱和黄酒 放入锅中爆香 最后加入虾仁 翻炒均匀出锅 装入豆腐盒中 另起一锅 加入鲍鱼调味汁 蚝油 水 盐 玉米淀粉 搅拌至粘稠状后 浇到豆腐上